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还要看看来自于澎湖的最新消息 现场两位来宾首先为大家介绍 第一位是坐在我左手边的飞航专家杨仙凯 杨仙 郭主好 大家好 第二位我们今天请到是飞机专家 对于复兴航空非常有研究的附近辉 郭主好 大家好 好 那么首先我们看看来自于 这个澎湖的最新的现场消息 那飞机昨晚的坠机之后 现在是现场一片的凌乱 但是要能够更加理解整个事发原因 同时让现场赶紧完成出清 那么现在现场进行是飞机的 也这个残骸的一个切割 那么最新状况呢 我们赶快透过连线请记者邵紫阳带您来看 好 观众我还关心的就是 复兴航空军机议会 电场的最新制度了 在今天上午有250位国军官兵 前往进行搜索以及财政之后呢 今天自中午的时候 是由警示局局中英主任 陈小贵金字领军 带队人马是来到现场 而且所有的进展员 是穿上了白色的保护衣 并且是拿出了这个电锯 并且做这个残骸机身座切割 床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昨天在醉紧之后呢 其实这个机身非常的大 是不是还有罹难这个相关的一些残骸 或是失控 也许或是有个市场还埋在这个残骸里面呢 所以现在他们先用这个大型机去 将这个机身给做裁剧 而且安立现场 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事发之后 其实呢 这个电场呢 是在机身里面 民众民宅受损之外呢 其实也挡到了很多通道 因此在做善后部分 才会拿出了机具 而将近下午一天呢 已经是两点了 目前这些地度是 家属已经是来到电场 在把射代理之下来到电场 招魂 做家属是表现非常的哀悉 这样难过 甚至有家属是哭了 这是因为的昨天 原本是台风天 风潮雨大 怎么会飞机 会有最低的意外呢 同时在另外的部分呢 在机身主要部分的部分 是由电视里面 目前是拿出机具 进行做轻轻发育 而在另外一头 把这个 在机身外的造成这个 污瓦 还有防止这个倒塌 预外的部分呢 目前可以出机 换手来进行做开挖 而且像是在 澎湖掌握这些消息 将镜头想给 同时播 好 这是我们的同步特派记者 邵紫阳呢 带大家来看到 在整个市市最新的现场画面 飞机的残骸要进行切割 要进行的是进一步的见识 当然重点是撞上了民宅 民宅也陆陆续续 应该要做恢复 好 这是来自于澎湖 紫阳带给大家看到 最新的事故现场的画面 好 那么这起的事故呢 我们知道有54个人 在飞机上 但是呢 现在造成48人的罹难 那么现在要知道是呢 所有的这个罹难者的遗体 要赶紧做处理 但是澎湖当地的 这个兵柜是不足的 交流部从高雄 立刻调了8组的大兵柜 已经到嘉义 这些兵柜要赶紧 直接运到澎湖去 那么现在整个运送 兵柜的最新情形 我们联系记者张贝兹 今一步的带大家来看 来 贝兹 好的 主播 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拖掉车 正在把一个个的兵柜 送上船去 那么这些兵柜 都是要准备送往澎湖的 因为澎湖空难死伤 严重当地遗体的兵柜 是数量不足 所以交通部委托 扬明海运 从高雄调8组大兵柜 到甲乙布袋港 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画面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兵柜抵达布袋港后 现在是要开始 由海盛航运运往澎湖 而台湾港务公司处长也表示 这些如货柜般大小的20匙冷冻柜 低温下可以达到零下25度 一个冰柜能放6具大体 那么现在这些冰柜都要赶紧送往澎湖 就是为了要让罹难者的遗体 能够有完善的保存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状况 先将时间交给主播 好 我们谢谢贝芝带大家看 这些要运送遗体的兵柜是要从嘉义 透过海运来到澎湖 最新的现场的状况 带大家也同步掌握 另外来看到是我们刚刚说到 有十位的生还者 但是都身受重伤 那么现在今天空军大早就派出了一架 C1-130的运输机到澎湖 要把这些伤患全部赶紧的 后送到高雄 那么整个后送的最新情形呢 我们也请记者徐依林带您来了解 好 这起附近航空的这个备案意外 简直可以用空中耗起来形容 因为这场意外呢 导致有48人命丧在这场 这个罹难的这个事件当中 那么根据了解目前 我们持续守候在的现场 是在高雄的小港机场 因为稍早在中午的时候 传回来最新的画面 也就是当时在机上的生还者 总共有9名的这个伤者 目前已经全部送回来了 这个台湾的高雄小港机场 这个地方 那么透过画面你可以看到呢 当时是用军机的方式 把这9名伤者全数送回来 那么医护人员相当的小心的意义 帮这个9名的伤者 从这个飞机上这个送下来之后呢 一一要送上 分头送上6部的救护车 再分头送往6家的医院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9名伤者是4男5女 总共呢就是9个人 那么其中有两个是军人 那么分别送往的医院 主要是集中在南部的医院 另外呢 也有北部的医院 包括了有台北马街 林口长庚 高雄长庚 甚至呢 还有高雄国军的左营分院 高一以及高荣 总共6家的医院 那么现场你可以看到 这个医护人员呢 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这9名伤者 本身有这个烧烫伤之外呢 还有骨折 甚至有挫伤的一个情况 所以必须非常小心的 帮他们送上救护车之后 再火速的送到医院 做延续性的治疗 那么根据了解呢 这9名伤者 其实 其中有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 也就是呢 其中有一对情侣 叫做颜婉如 以及蔡佩如 那么这对情侣呢 目前人是在高雄长庚医院 那么当时意外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女朋友 叫蔡佩 颜婉如 她的旁边就做了一位 10岁女童 名叫李伟彤 那么当时意外发生之后呢 这个女友呢 立刻拉了这个10岁女童一把 所以才救了这个女童一命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也就是这个洪玉婷 她是目前 仍是在高雄的国经的 左营分院 那么当时她是 这个从这个 澎湖来到高雄受训 那么她本身是 澎湖就业中心的员工 那么她到高雄受训的时候呢 在结果 在回去 这个澎湖的这个途中呢 结果搭上了死亡的班机 那么当时 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 这个洪玉婷还一度的昏厥 那么最后呢 是因为现场呼天强地 把她这个 整个惊醒了 结果她是 她是整个群击第一个 从这个飞机破洞 钻出来 向民宅 打电话 求救的 唯一的这个目前 知道她是第一个 求救的 生存者 所以目前呢 在这个 九个所有的伤者 都已经送到台湾的 这个小港机场来 分头送到了 六家的医院 包括集中北部 以及南部的医院 那么其实呢 我们从早上守候到现在 是在 高雄的小港机场 除了这个伤者 目前我们已经守候到了之外呢 早上也有分头 就是有家属的部分 包括搭乘六点班机 以及六点五时的班机 前往 这个澎湖马公 要做这个最后的这个 善后 以及指认的一个动作 所以整个过程呢 相当的这个 复杂 而且家属的情绪 一直非常的难以平复 那么稍后呢 如果有最新的这个讯息 包括在医院的部分 包括在机场的部分 将随时为您做插播的 连线报道 将时间交还给 彭琳主播 好我们谢谢 我们在高雄小港机场 记者徐一林 带大家来看到 是今天空军早上出动的是 C1130的运输机 运送了九名的伤患 后送回到台湾后续的治疗 来到在高雄治疗的有七位 另外两位是北送 再回到台北 好 我们继续接下来 带您看到的现场画面 就来看到是 大概在十二点半的时候呢 这两名伤患后送到嵩山机场了 那么现场最新情形 我们请记者李佩轩 来告诉大家 好 主播复兴航空坠机的意外 最新情形 已经有两名伤患 在这个十二点二十三分的时候 送抵了嵩山机场 透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是搭乘军机 C130的时候呢 紧急抵达了嵩山机场 随后还尾随了救护车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透过画面呢 首先先推出了一个单架 另外呢 这两名伤患分别是 十岁的李伟彤 以及七十岁的老翁吴昌楼 两位这个伤患 已经先抵达了嵩山机场 他们分别将送往马街医院 以及林口长庚 而两名病患在这个 安置到这个救护车上面之后呢 大概是在十二点四十六分的时候 将两人送医 另外还有五人 是送抵高雄的小港机场 还有两名病患 还有两名伤患 由于这个状况比较不稳定 还是留在三种这个澎湖分院持续的 在这个抢救当中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十二点五十分的时候 另外一个重头戏 就包括说这个副驾驶 李毅良先生 他的妈妈也已经出现在松山机场 跟准备跟这个李毅良的姐姐 在澎湖会合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李毅良妈妈 虽然面对这个媒体的提问 是不愿意再多说什么 不过他的表情是非常的哀气 面对媒体提问到 现在民航局 有可能将这个不排除 将可能性导向说 可能是人为舒适的部分 对此一切的一切 这个李毅良的妈妈 通通都是不发抑郁的状况 那基本上呢 今天下午还有这个黑盒子 也可能将送打到台北 提供失事原因 一个关键的证据 那么中天新闻呢 也会在松山机场持续为您守候主播 好 我们谢谢记者李佩轩 在松山机场带大家看到 是两名后送到台北的伤患 一个是才十岁的小女童 另外是七十岁的老先生 那么这个飞机也进到松山机场 赶紧到林口长庚 以及台北马街医院 后续的进行救治 那刚才镜头上也看到了 这一架的飞机 失事搬机的正驾驶 李毅良的母亲也来到了机场 那么我们来关注到 待会后续的是黑盒子 也会回到台北 我们记者会持续在松山机场 带您第一时间来掌握最新的 关于这起空难事件 相关资讯的发展 好 这是松山机场的最新画面 好 看完松山机场最新画面 我们继续让您关注到的是呢 在这架的班机上头 有两位刚才我们的记者 徐玲林告诉您的是军人身份 那么他们还好都是幸存的 一位是海军上市严婉如 一位是他的男军官男友 叫做蔡佩如 两个人都是后送到高雄的国军医院 那么在这边后送进行情形呢 我们请记者黄建璋来告诉你 谢谢各位观众 复兴航空的班机是在昨天晚上不幸的 在澎湖马公机场附近是坠毁了 而其实今天呢 有两名当中的生还者 是在今天早上搭乘军机 回到了高雄的长庚医院来这边救治 而这两名呢 分别是海军的中士蔡佩如 以及他的女朋友夏氏蔡婉如 两名生还者 他们今天是回到了长庚医院来救治 而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罪名躺在担架上被推进医院 头还盖着纱布 还有护警以及吊着点滴 表情是有点痛苦的 就是蔡婉如 而其实呢 他其实身体的伤痛 其实呢 背后有一段故事 就是呢 他当时呢 在逃命的时候 他看到残骸里面 竟然还有一位十岁的女童 他竟然不顾自身 其实呢 已经是有点伤痛的危险 而且还要逃命 十万火急 竟然是抱起了这名十岁的女童 就直接往残骸外面奔跑 也让这名幸运的女童呢 是获救了 而其实呢 今天呢 他们回到了长庚医院这边来救治的状况呢 是怎么样子呢 今天的医院也特别出来说明 他们的伤势 我们来替一下稍早的访问 盐性女病患呢 他是有头部有受伤 那有硬朗膜下 这个出血 一点点的那个出血 那另外 就是他的第四第五 那个颈椎 有脱臼 那这是比较严重的地方 但是目前他 手脚都还可以动 可能还没有伤到这个神经 目前我们还要再做这个核磁共振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好 其实呢 他们送到医院来说的时候呢 其实医师是表示说 他们是非常的痛苦 而且是惊讶的 而其实呢 他们本来不是要到长庚医院来的 他们本来是要送到国军总医院 但是呢临时呢 家属是改议说要送到长庚 因此呢他们两位呢 是临时的转医院来到了长庚来救治 但是后续呢 他们的状况呢 现在都目前还在观察中 要送到哪一个科师剧院 要去急救呢 或是说他们要在后续的救治状况 是怎么样子呢 医师还在评估 以上是目前最新把时间镜头 教员彭内容 好 这是我们高雄记者黄建章 带大家来关注到后送的情形 但是现场大家最想问的问题就是 这个台风天飞机 为什么还要飞 天后状况到底是遭到什么程度 画面上已经看到 迹象将军于川新 于将军在现场了 将军赶快把时间交给您 好的 主播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的确在任何飞机逝世的话 第一个就看天后 以昨天天后来讲的话 刚好有个台风过 昨天的17点30分 就是5点半的 昨天下午5点半的时候 解除台风警报 很多我看今天媒体讲 跟台风的解除警报 跟不解除警报是有关系的 其实是完全不相干 因为飞机的起飞降落 完全是看当时的天后情况 以高雄基地 在我们 我以前在空军来讲的话 假基地就是讲高雄基地 高雄的基地的天后条件 适不适合起飞 第二个 航路上的天气 适不适合飞行 第三个 目的地的天后 适不适合 合乎标准 这三个要达到完全标准的时候 才能够起降 第二个我特别说明的 这次飞机的事是很多媒体 杂志记者拿气象局的资料 什么东北风 西南风 五级 六级来比喻 我说这种比喻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飞机的起降不是用这种的气候条件来做比喻的 那我们的气候条件 所以说一般来讲不会起降的 以昨天这个天后条件 第一个 17点30分刚好是气候局解除了这个台风的警报 第二个呢 这个地方就有雷雨 雷雨区相当广泛 这个雷雨区你看中间还有个白色部分 表示这个雷雨区刚好就在马公机场的头顶上 就在澎湖机场的头顶上 白色部分也表示呢 这时候的雷雨非常大 云层的比较厚比较高 下的雷雨也好 也比较剧烈 如果你昨天刚才也有报纸讲 在前一个小时 前三十分钟都有飞机降落 在雷雨区的话 飞机前后降落的几率是完全不一样 在雷雨区呢 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颠簸非常厉害 也就是乱流非常的厉害 像这种的话乱流大概都是严重的乱流 第二个呢 它有下冲气流 也就是讲的Dunburst的下沉气流 下沉气流是跟随这个雷雨运动而运动 第三个 这种下沉气流不容易预报 如果下沉气流刚好都在机场门口的话 就很危险 第三下一个图呢 就表示你看18点30分 这个雷雨包又继续开始发展 19点30分 雷雨包更加旺盛 以昨天观测资料来讲的话 飞机起飞的时候 高雄的能见度是2400公尺 云高有2000尺的输云 200尺的输云 600尺的裂云 还有1600的密云 中间一个特点 有1200英尺的CB CB是什么 雷雨细胞 雷雨包的话 对这个飞机起降的话 就产生非常非常重大的关系 尤其它的下冲锋 在雷雨来讲的话 是它的无形杀手 所以这个天气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恶劣 虽然它的标准够 但是天气来讲 这种天气形态化是非常恶劣的 再来在七点的时候 它的能见度从2400公尺 降到1600公尺 同时云高仍然维持在 200的输云 600的裂云 跟1600的密云 其中还有1200英尺高的CB存在 在7点10分 就是7点06分的飞机试试 有个另加观测 因为在飞机试试 都会有个另加观测 所谓另加观测 就是飞机实施 当时大概前后的一个天气 中间能见度是降为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也就是800英尺 800公尺 云高云木都站了 但重点还有一个 这个雷雨继续的下 以这种天后条件的话 是非常非常的坏 中间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第一个 这个飞机重飞的时候 它的条件是什么 也就是它重飞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会重飞 是不是云木太低 是不是能见度太低 是不是有侧风 它对不准跑道而产生这种问题 而且看到它那个 那个摔弃和坠弃的地点 刚好在跑道头的一边 还没有转到五边 也就是它重飞的时候 还没有转到对准跑道 已经下去了 所以在这种天机条件来讲的话 对飞机的起降是最危险的 所以这种天机来讲 我个人在空军这么久的时间 在空军所有的飞机来讲 至少在军机来讲 不太容易说会起飞 所以说按你说呢 就专业的判断来看 跟台风不竟然有直接关系 但是这边是有个雷雨区 这次非常恐怕就是一个 关键的致命的因素在吗 是不是 的确是雷雨的话 这次是飞机是个事实的关键 那其中有没有其他因素 人为的因素 机械的因素 实际上还要另加考论 它从未的理由 我现在怀疑打一个问号 是不是对不准跑道 是不是云层太低 所以我刚才讲 有个200英尺的云层 如果200英尺的云层 就在它的跑道头 它根本看不到跑道 所以它必须可能请求重飞 第三个呢 它对不准跑道 可能才会说 看不见能 才会要求重飞 这个问号要查清楚 所以李将军刚特别强调 虽然条件是符合 但是这是一个属于恶劣的天后 因为民航局现在也认为说 符合降落的标准 但是就是出事了 这样子符合降落标准 就能够起降 这是对的吗 在我来讲的话 应该说要以安全为考量 我认为的话 它如果以上业考量的话 我不太赞成 这次来讲的话 这次起降的标准来讲 虽然够 但是要考虑一点 就是有雷雨 雷雨的在刚好在 跑到机场的上空的 前一分钟落地 跟后一分钟落地 两个人的生跟死 天壤之别 中山机场就有一次 前一分钟落了一架远航的 后一架飞机 马上撤出跑道 也就是在雷雨区的 downburst 下沉气流跟测风 会造成完全不同的 前后一分钟之间的 完全不同的命运 是 那余伯伯以您在 空军气球连队 这样的一个时间来看 这个驾驶在当下 到底能不能够做 最正确的判断 我认为是应该 第一个 它在起飞的时候 就晓得落地 目的地的天气 第二个应该知道 航路上的天气 因为在所有的飞行员 不管是民航机的飞行员 空军的飞行员 对天后的要求 跟知识的话 比一般民间要来得丰富 所以它起降基地 跟航路上的天气的要求 跟现况 都应该很清楚 能不能起降 如何处理 它有个 除非它的经验不够 或者临时产生什么问题 这当然 这要深入地调查 是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 气象将军 于川新 于将军在这边 帮我们做最深入的分析 看来 雨雷雨是很大的一个致命伤 但现在飞机 显然重飞之后 没能够成功 于是出现了失事 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了 接下来当然希望赶快把原因 给找出来 我们谢谢于将军 精辟的分析 好 那么这样精辟的分析之后 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休息片刻了 我们待会回来 当然就要继续赶快来看看说 那原因究竟是什么 民航局说 天后状况符合 那么难道是人为的因素吗 在这样的恶劣天后情况之下 飞机照飞 这又是谁的问题呢 机长决定飞 就可以飞吗 我们休息 伟大为台湾贯团 继续来解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